中国的宗教自由持续受到美国关注 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 中共雇用献民渗透的严重问题 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封从德就在日前指出 中共应该有四千万的献民 为了获取信息渗透到反对组织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学生运动 中共当局六四当天下令血腥清场 多名学生被抓捕或流亡海外 流亡美国的学运领袖之一封从德 六四二十四周年前夕 在香港推出他重新修订的 六四预计广场上的共和国译书 他还随书发表了四万多字的增订手记 史实与史事的求索 封从德透露 当局血腥清场之后他开始逃亡 许个月后竟由香港到法国再到美国 而他流亡海外期间 中共曾派员到他身边做工作 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员 部分员还向他承认了 自己跟我讲的 哭的跟我讲的 但是细节我不能讲 因为他们怎么逼迫 其实还不止于两个 我遇到两三个了 还有一些是看着那个迹象 但他们就没有承认 跟我承认的就有两三个 封从德推算 如果按3%的比例 中共在海内外安插的线员超过4000万 安插了这么多的线员 这个占普通的人口的3% 那这一人是圈里面 当然可能就会要高很多 因为他们是重点要控制的对象 我相信包括对法轮功啊 对陛下教会啊 这些控制 他们也会有相当多的这个线员在里面 早在2007年 总部设在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发布调查报告指出 中国海外的中国学生会 已经沦为中共的特务机构 学生会学生干部在海外执行 由中共使领馆直接布置的政治任务 那些学生会特务头目 或潜伏的特务线员 每个月都从使馆领钱 他们就可以雇很多很多人来 来做这样的事情 网上的所谓的信息评论员 其实也就是一种变相的线人 他们在占领舆论阵地啊 他们叫信息员嘛 这种网上的就有好几百万 根据以前我做过一个推算 至少应该有三四百万吧 在实际的还要高得多了 2009年8月 中共喉舌新华网发表的一篇采访报道说 内蒙古开鲁县的县长助理 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刘新成介绍 内蒙古开鲁县里 有超过一万名公安局的县员 新唐电视朱志善采访报道